你又覺得汽車股可不可以繼續炒這個汽車下鄉政策? 我當然希望 因為我身上有比亞迪的 好倉我昨天就衝了 都是的 一堆的車股 看你喜歡哪一隻 我就比較喜歡比亞迪的 撐了很久了 他踢穿2、4、5個下 醉了一轉 其實很多都漂亮的 175都是漂亮的破位 長盛是大成膠衝上來 我想又是經常性說的那件事 有個策有無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肯炒就可以了 有時有個策略不肯炒 就與我們無關的 變成這一轉 你看看可以炒到多高 因為都有點像 近來都是科技股和汽車股底的主流 因為都是會靠它們去捕經濟 科技股剛才說了 支持平台經濟會捕起 你車股的 如果大家多買一些車的時候 可能GDP等經濟活動又會做得更好 看看會不會這一轉可以沖得更高 不過如果一早買了 或者昨天有沖 我就覺得可以設定止讚位 其實我昨天離身 我都關了一半 是 那就炒上炒落 用回之前突破那個位 來做一個止讚位 但如果你說現在還未入場的話 我就覺得真的寧願先回一回 因為始終你已經失去了先機的時候 你看看即時有否能回一回下來才去搏就比較好 是的 我也是有些想問這件事 因為傳了幾天的 然後就升了上去 我又有些怕 如果我現在這一刻追入 會不會真是內地有一個政策出台的時候 反而就是大家 就是這個止讚的時候 會的 所以你要留意 就是不要又說看得好 你沖了沖了 人家一早已經沖了 你隨時又接觸 還有我又覺得 看看它出來的效果是大漲小回還是怎樣 如果你期望它是大漲小回的話 那你其實就趁它小回那一刻才買 那沒辦法的 你一起沖那一刻 你又沒有沖到 變成人家沖完了 你才說進來沖 其實真的很多人還是這樣的 我昨晚自己做Live 還有些朋友說還買不買 那我都說了 你其實已經被人慢了的時候 首先你就要找個好位 第二可能你的駐馬要小一點 因為始終你被人慢的時候 你隨時要接貨 或者你上升的空間 沒有給別人那麼多的話 那你就唯有 那你預算要賺少一點 你沒有理由 你遲過入場 還要贏得多一點 那這個你要考慮 是 比亞迪小主一手 又沒有得博呢 還是應該選擇2015 175或者9866呢 好的 比亞迪 那245只虧 那你看看你博不博 我就覺得這些位置 又是有點尷尬 因為一棍已經衝上去的時候 我就寧願等它 移一移下來才買 那至於175和1211是同一個玩法的 都是破環行區 然後就看看摸到多高 那我想所以都是看著同一個叫做指示位置 大概12.8左右的位置 另外還有2015是吧 是 2015多一個概念的 有傳說它有機會染藍 是 星期五 那就叫做多一個玩法 還有說真的 理想的數字是不差的 最新Q1的數字做得挺英俊的 所以你看到它也有少少十級以上 不過理想的壞處我都不是第一次說的 因為始終它是中概的朋友 因為它在美國有上 所以如果中概要炸下來的話 它其實都比較受慮 波動性比較大 波動性比較大 因為中概如果上去可以夾得很近 又不一定向下 可以滿上的 還有理想的盤子是比較疏是真的 因為你看現在 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即時報價》 94、92可能只有幾千股 你買賣的差價比較闊 這個你要想 如果有興趣買美股會不會比較弱一點 其實美股會比較弱一點 還有起碼盤子會比較硬一點 香港就自動會差一點 另外還有就是蔚來是966 那我寧願選理想 如果蔚來和理想選 我就覺得理想 起碼條數交出來 我覺得是舒服 是